全油管最快新闻 高考16次的唐尚俊成功录入大学新生信息 8月26日,高考16次的唐尚俊发视频称 自己已完成华南师范大学新生信息录入 唐尚俊表示,忙完了家里的活开始录入新生信息 虽然有指引但自己还是一头雾水 好在辅导员和兼班热情给力 对自己的问题有问必答 忙活了两个多小时,自己终于完成了信息录入 华南师范大学2024基本科新生 报道时间为9月1日 唐尚俊曾被网友称为高考总得分王复读狂人高考丁字户 今年是他第16次参加高考 此前,唐尚俊曾被中国政法大学、重庆大学、厦门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录取 因为清华梦或对被录取的专业不够喜欢,他多次放弃进入大学 7月24日,唐尚俊发布视频,公布今年的高考分数为601分 并已被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录取 8月13日,唐尚俊宣布决定今年去读大学 结束漫长的高中生活,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留下的遗憾可以到大学再慢慢弥补 曾经的梦想可以到大学再去追逐 这则新闻突出了高考16次的唐尚俊成功录入大学新生信息的喜讯 他的坚持和努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同时,这也表明了他对未来的规划和决心 希望他能在大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,并实现人生价值 订阅新闻即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时 感谢祝宣